總理官邸前的建築棚架徹夜燃燒 大街上硝煙四起 2萬5千多名示威者在兩個反對黨號召下 深夜從國會遊行到總理沙里夫的官邸 一些人用起重機試圖移走官邸周圍的路障 警方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散 示威持續到天亮 部分群眾繼續留在國會前的草場抗議 以板球明星伊姆蘭漢和回教教士卡里德為首的兩大反對派 這個月中旬發動示威 指責沙里夫在去年的選舉中舞弊 要他下臺 經過一夜血腥騷亂後 堅持不辭職的沙里夫表示 願意再次同反對派對話 以化解當前危機